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歡迎大家來第二場夏武毅教授所講 有關數學跟人類理性文明 我第一場剛好因為得到 我也一樣也要到高中演講 所以我上禮拜沒有辦法在這邊 因為我去抖六摩索高中演講 那今天第二場我終於能夠來這一邊 他們分配我的任務是介紹向教授 不過我想上禮拜一教授可能已經介紹過 不需要我再怎麼多加介紹 不過我還是講一兩句 向教授當然在我當學生的時候 已經是大名鼎鼎的數學家 我記憶中 我第一次知道向教授應該是 把他的名字跟我們那個時候在念高中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實驗本數學 你們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叫做實驗本的東西 你就聽從這個實驗本就知道說 那個時候這個課本只是tentative 還不是最後定案的這個內容 我們那時候念高中都很新鮮的去看 這個所謂實驗本 這個數學課本跟舊的這個課本 就是有給我們覺得有相當的出入 就覺得很有趣很好玩 這個新的實驗課本是比舊的課本要有趣多 所以這是我頭一次對於向教授有印象 可是從來沒有真正碰過面 不像是易教授 所以易教授聽說他在高中的時候 就已經到中山上去聽向教授的演講 我不曉得他上次有沒有講這個事情 也許他太客氣沒有提這個事情 你三次有講嗎 我可能替你講 OK 那又例如說張海潮教授 他當然自己是念數學的 所以他在大學的時候 就已經聽過這個向教授講數學 那他自己老師 張海潮教授自己講說 他受到向教授很多的啟發 那我想我第一次真的跟向教授見面 然後有比較深入的intention 應該是在2004年的時候 我那時候到Berkeley找我的一個朋友 Berkeley的一個李東海教授 然後我們在一個Chinese restaurant吃飯 好像那個時候向教授就 也剛好在那個餐廳吃飯 那李教授就說向老師也在這裡 那因為那個時候 我的電腦裡頭帶了一篇文章 是張海潮老師在報紙上寫專欄的頭一篇文章 他那篇文章就是談這個 他向教授被向老師inspire的故事 有些人點頭是因為那個 張海潮老師那篇文章 有收入他的這個說述的書裡頭 那我就說剛好我有這篇文章 可能這個向武藝教授不曉得這回事情 所以我就說好 我這個要拿給他看這樣 所以我們就約好 大概是隔天在一起吃個飯 結果我沒想到好像是 夏武藝跟我們這樣子講沒幾次 因為我跟李東海算物理學家 他數學家 他就直接challenge我們說 你們那個什麼poly不相對原理 講得不清不楚的 那我們好像稍微有點抬槓 不過我得承認他的批評不是沒有道理 我也很少碰到一個一流數學家 對物理這麼有興趣 跟有這種認識的這個深度 這麼深 那我跟他平常聊天的時候 他就常常講的話就是反腐歸真 追本溯源 是不是 你們在演講上一次有沒有聽到 他常常講這兩句話 我覺得這個是做這個學術要到一個很高的高度以上 才會這個不斷的這個講 或者說跟學生耳題念面的話 所以我也這個很高興 也很感激有機會跟這個向老師認得 那他今天跟延續上個禮拜的這個講題 就是他在追求幾何 追求科學 追求物理 這個反腐歸真 追本溯源的一個具體的一個 這樣一個對學問的態度的一個具體的呈現 所以我恐怕已經再用他的時間了 我就講到這裡 那現在就請向教授 各位同學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 上個禮拜講的是重訪理性文明的啟蒙 那麼這裡面最主要的是希臘的幾何學 原因是幾何研究的空間就是我們所在 所以它也是一切事情的根本 而且它最富有之關 所以所有的重要的科學方法的成功 首先在幾何學裡面四個成功 然後再延伸到別的地方 那你以後要學 要念究任何科學 幾何學不行 大概是走不遠的 因為你的基礎就不夠 然後你的科學方法的瞭解 也可能不深 所以這樣子你做學問往往會產生什麼 第一個 思想性薄弱 第二個 人雲雲雲 所以所及不遠 那今天進而講你性文明的奠基 我準備用四個小的單元 先講太陽 地球 月亮 這裡面在希臘的時候就已經有策地跟涼天 這可以說是幾何學的一種應用 因為他們就 希臘幾何學就用來研究 我們只能生長在地球上 天天看到太陽 冬起溪落 月亮又變圓了 變得陰形圓缺 那麼這個要了解中間的道理 所以這個先講一點點的事 然後再講一點點 行星之靡與古天文學 現在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太陽系裡面 地球跟地球是姐妹的 有金木水湖土 還有天王星 海王星跟美王星這些 這些行星都擾著太陽運行 這個好像是大家的常識 其實不然 這個成為常識是凱布勒才搞清楚 到了凱布勒 而且到了文藝復興 這個新天文學的產生才搞清楚 所以這個在這裡面 才把行星之靡變成真相大白 這個自古以來 對於金木... 那時候沒有天王星 海王星跟美王星 因為它比較不明顯 可是金木水湖土的五個星 在天空中間到此遊走不定 這個行蹤非常奇怪 究竟是什麼道理呢 這個自古以來就想搞懂 一直沒有搞懂 搞了幾千年 所以這個不但是千古之靈 是幾千年的千古之靈 這個在希臘 從巴比倫 這古文明開始 一直到希臘 就希望能夠了解這個 而且發展幾何學 其中有一個對他們來講 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想法正把千古之靈給結了 但是花了六七個世紀 還是沒辦法能結 我們待會要解要的提一提 因為今天時間很有限 然後才講到文藝復興的時候 這文藝復興 所謂文藝復興 中文這麼講 復興什麼東西啊 就是希臘的文明 就是Renaissance Renaissance是希臘的文明 人類的文明在希臘裡面大放異燦 可是後來羅馬帝國衰亡了 歐洲就變成黑暗時代 人類的文明是可以退化的 原來好的時候都忘掉了 這個地本還是一個球 都懂得它至少多少大小 後來幣就變平了 對不對 那麼歐洲現在我們講的科學文明 是歐洲文明在繼續發展 而西歐的文明是什麼 是啟始於 登陸於文藝復興 那麼這裡面 文藝復興最主要的一個手段 就是那時候歐洲開始學習希臘 學習希臘就在他們的歐洲 開始辦很多大學 那個大學裡面教的課本是什麼 是歐紀裡的幾何原本 和天文學的Armogast 所以那麼在文藝復興的時候 在天文學上有 將來待會我要講 有三個重要的人 一個叫哥布尼 一個叫Tico 還有一個是卡布勒 這個我把它講成什麼 天文聚棒 像這個Olympic的吉利賽 天文聚棒三級類 才最後把行星之力結了 正向打扮 這個創了所謂新天文學 那麼這是天上的道理 然後在地上有重力 我們一天到晚有重力 水往下流這些重力 重力來實施修飾地去理解 究竟重力是什麼回事 這個就是甘利略 在做了一些重力的實驗 這實驗大家知道 在自由落體 自由落體這件事情 是甘利略知道 這個宣傳也很重要 所以找了一些記者來 還是我現在在鞋打上拿個鐵球 大的小的往下掉 一起掉下來 這個要證明 阿利斯多德的物理學 是完全狗屁 但是真正要了解重力是什麼東西的話 這個重力加速 這個一個甘數 你也知道自由落體是等加速運動 但等加速只有一個 這個不能夠得出更有系統的了解 所以它的一個東西做鞋面 用一個長的木板 用鐵球從鞋面上滾 因為這個力 就把重力跟鞋面方向的分離來了 所以你的等加速 不是這一個常數可以改變 這樣子才能夠做這個實驗 就得出所謂性 所以現在從它那裡才知道 什麼叫做F等於MA這個起源 慣性定律跟這些基礎的東西 這是一個重要的東西 這個天上行星這樣運行 它運行的基本原因 是太陽跟行星之間有一個吸引的力 這就是所謂萬用引力 而地上是什麼 是地球對於一個重的物體的吸引力 而這兩件事情其實是同一種力 所以這個叫一個是天上之力 一個是地上之力 天上人間合如為一 這個要把天上人間合如為一 就需要數理分析 從數理分析裡面 你可以知道這個力的本質是一樣的 是一個這個呢 合如為一就是牛正萬用引力 所以今天主要講的就是這麼一些 這個又不行了 這個又不行了 這個又要這個又要 對著它 我要再往下 好了 現在講一些簡單的故事 太陽 地球跟月亮 每天太陽冬起西落 大家這是所常見 可是在紀元前三百到的這個 所以大概是紀元前第三世紀 因為它這個三百年的時候 它才十歲 就說那個時候才剛生 所以在這個兩百多年的 紀元前兩百多年的時候 這個Aristarchio 他寫了一篇文章 叫做《論太陽月亮的大小跟距離》 實際上他是這樣說 他對於這個地球月亮跟月亮的關係 做了很多觀察 譬如說他做一個小的圓圈 然後拿來看那個月亮 再給它多少距離 正好月亮在裡面 就用相似三百年去測這個月亮的距離 然後他當時希臘人是知道 這個月實實際上是因為地球擋著太陽光的關係 所以那上面看到黑的影子 是地球影子的一部分 所以你從那裡 你把那一部分把它也完成一個圓 你就知道地球的大小 大概是月球大小的七倍 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然後從這裡再用這個相似形 他基本上知道月球跟地球之間的距離 大概是地球半減 可能是半減的六十倍 地球半減的六十倍 他知道 因為從這個相似形跟角度的關係 然後他又知道 看太陽也用這同樣的辦法 那個視角的角度是基本上差不多 所以太陽的大小跟月球的大小 中間的關係是什麼 就是假如太陽跟地球之間的距離 是月亮跟地球距離假如說是一百倍的話 那麼太陽的半景就比月球大一百倍 因為這個視角的角度差不多對不對 而且也可以看出來 這個日時有這個月亮的影子 有一種日時是全時看遠近 有的時候變成環時 就從這裡都可以看得到 那麼這個圖是說明的 他就想要瞭解這個日地的距離跟月地的距離 中間究竟有什麼樣一個比例 那麼當這個月亮在這個雙弦月的時候 你看到的月亮是半個亮半個暗 那麼他的意思說 他因為知道這個月亮是太陽的反射光 所以在這個時候基本上地球看月亮 跟太陽到月亮的射線 是成了幾乎是一個直角 所以這裡面就產生了一個直角三角形 當時這個量 測量這個角度 非常不容易測量 因為那邊怎麼樣一半很難量 不過他反反復會做很多實驗 他得出一個數據 大概是87度就這個角度 那麼這個要注意 這個87度 這90度 這三角形已經很扁了 因為這個只有3度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這個假如現在知道 以現在的距離用太陽光 到地球的 不是射線 是太陽到地球的幾何的連線 這個出來的話 差不多要89度50分 這邊只有10分這麼很小的一個角度 也就是說這個距離差不多是幾百倍 這個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太陽光射到地球的時候 經過大氣層 這大氣層有折射的關係 折射把這個東西彎了 所以這個其實你們可以做一個研究題目 這個折射究究竟影響多少度 在理論上 對不對 所以總括這裡也需要一個修正 但是你從這裡可以看出來 這位仁兄對於幾何的了解 是真的用來思說去了解這個騙體 他從這些討論 他當時因為這個距離不夠大 所以他當時認為太陽比地球大十幾倍 沒有大那麼多 其實是太陽比地球大幾百倍 因為這個角度的折射的關係 不管怎麼樣 他就說一個很大的東西 擾著一個很小的東西轉 因為地球為 這也是余理不合 應該地球擾著太陽轉 所以他是第一個提出 應該以太陽為中心 是太陽系的中心 這件事情我們現在知道對 而且對以後 哥布尼就是受了他的影響 哥布尼實際上是什麼叫 文藝復興了 阿里斯塔丘的日性學術來更有精彩 我們待會兒再講 這個更正的 下面一個 這兩天以後叫徹地 這個人比阿里斯塔丘要晚一點 你看他生的時候是276到… 這人何許人言呢 這個在古代的文明 大家知道有個叫亞里斯塔丘大帝 他把當年的一個很大的一塊地方都統一了 可是他還沒有打到印度以前 這個就死在路上 因此他的大帝國就分割成 被他下面的一些大將軍各地就瓜分掉了 那麼在埃及這一塊地方是 托勒美 將軍的名字叫托勒美 這個P-T-O-L-E-M-Y 托勒美 托勒美遵循亞里斯塔丘的理想 因為亞里斯塔丘要統一這個文明世界 而埃及尼羅河河口是文明的法強地 所以他在尼羅河河口造一個城 這城就叫Alexander 現在還叫亞里斯塔丘文明 而且在那裡面要造一個當年最好的圖書館 把那時候文明的東西的材料都收集在這個圖書館 這個圖書館在那個時候的館長就是Eratos Sinesh Eratos Sinesh 那麼要注意像埃及斯塔丘這個工作 他是博學多能 當然這個亞里斯塔丘的Eratos Sinesh是清楚的 而那裡面的所有的度量 以地球的直徑或的半徑為單位 所以你假如地球的這個大小究竟多大的話 你這個距離都沒有一個十次的一個東西 所以從亞里斯塔丘的工作就知道 地球這個大球體究竟有多大 是一個根本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就想了一個辦法來量地球 第一次量地球究竟有多大的一個估計 這個估計的辦法是這樣 他懂得天文地理 Eratos Sinesh 懂得天文地理 他知道一件事情 在尼龍河是從南一直往北流 流到地中海去 那是侯克就是Alexander 他的出山口的地方 就是現在的阿斯皇水壩的地方 那個時候叫Syene S-Y-E-N-E 這個城 這個城因為在沙漠裡面要拿水 要挖很深的井 這個井現在還在 他的照片就是這個 這個井 你看到沒有 這是一個井 這個人在井的上面 這個井壁是黑黑的 太陽光在下至的時候 就是完全照出它的底 所以這個井是一直挖下去 太陽光一直射到底 表示在Synes下至中午 太陽光只垂直於地面 這個他知道這個意義 那麼他就說在同樣下至中午的時候 你在Alexander要看看太陽光跟地面 是不是垂直呢 不垂直 這個阿里塞朗是一個大城 裡面有那種方塊一頂 這個塔 那種石頭尖的那個金 那個東西有個影子 太陽光影子 這影子你很願意量一量 是大概七度十二分 其實也就是說三百六十度的五十分之一 他就把這個 怎麼呢 他就畫了這麼一個圖 這個圖表示什麼 通過Alexander到Synes之間一個大圓 這就是金線 這個南北的金線一個大圓 這個大圓太陽光是基本上是平行 因為是很遠來的 得知道 所以呢 太陽光就射到這裡 但是幾何上理念上 你可以把它一延長 經過地心 而這個是平行光 它在這裡是這麼這個角度 內錯就要相等 所以地心上那個角度 你根本看不見 沒法量 但是從幾何理念就知道 應該是這麼多 這也就是說明 他就從此推論說 整個大圓圓周的金線的周長 應該等於這個的長度的五十倍 這位老先生 據說這位老先生就脫過來 年紀那麼大了 要拿個尺 從Alexander一直量到Synes 這個東西老命都沒有了 對不對 他脫懶就跑到Alexander的菜場 說那些從Synes運農產品到Alexander來賣 他用駱駝 他就問說你大概要走多少天 人家告訴他要走五十天的 駱駝走得很慢 每天走多少呢 每天走一百個studio 這studio就是希臘的禮 而希臘里是什麼呢 就是Olympic跑道的長度 就直線跑100米那種長度 所以不是很長 當然他就把50乘100 這就是S到AS的五長再乘50 就得到了地球整個周長的一個估計 那這估計根本是一個粗略的估計 究竟準到什麼程度呢 現在要看這個studio的長度究竟多長 後來發現這個Olympic跑道 有好幾個Olympic的跑道 有的長有的短 你用比較長的 就比我們現在試吃的要長 比我們短的就是很短 所以基本準確在量級上 這個就是我要講的一個 這個我待會再說 現在來講行星之謎與古天文學 那麼這個在中國是叫金木隨乎土 比如說金星 中國的金星就是Venus 木星就是Jupiter 諸如此類 他們用不同的名字 這五個星漫游於黃道十二宮 行眾怪異 天這就是千五成迷 這什麼叫黃道呢 黃道就是地球繞太陽 地球有個自鑽 這自鑽有個赤道 那個跟地球的軸 垂直的平面延伸出去 這在天文章叫赤道 在地球繞太陽軸 有一個軸的面 這個面 這個地球軌道的面 往外面延伸出去 這叫做黃道 那麼這個在天文學裡面 黃道十二宮 在你們現在用的什麼那個名字 什麼雙魚座這些 這些都是英文翻譯過來的 這個黃道十二宮 第一次把黃道十二宮 刻在一個圓的一個東西 那個牆上面 像巴比倫就有這個 巴比倫對天文學是非常研究的 所以 什麼叫黃道十二宮呢 在天文學裡是怎麼樣 你說我們天兩天文 在那時候天文測量 當然要看很多恆星 恆星的位置基本上 好像當年是覺得是在一個天球上 有一個很大的天球 那恆星是盯在那天球上 然後那天球很怪 這麼大個東西 天天繞著這個軸在轉 其實是地球自鑽的一個四效應 這件事情在阿里希塔丘以前 我記得的名字 H大頭的 他已經完全認識了 所以希臘人這個人是懂的 到後來又忘了 忘了以後又再懂 那個重新發現 不管怎麼樣 這個 你要研究行星的軌道 是怎麼樣 每天我做的天文觀察 第一件事情 常常那時候在希臘也是在這個海岸邊上 譬如說當年Tico 它的天文台就是波羅對海的那個海上 為什麼海上有這麼好處呢 最好的是在像好阿姨那個在海島上 又再高 那更好 OK 因為什麼 你現在要在這個叫薄末的觀察 當太陽要馬上下山了 你開始這個天文學家不是日以繼夜 是夜以繼夜 這晚上才是 白天喝喝酒啊 聊聊天 到晚上就開始忙了夜以繼夜 OK 那黃昏的時候它開始要活動了 第一件事情要看太陽從哪個地方下山 譬如說現在有望遠鏡 你把望遠鏡對著太陽下山的地方 OK 正好 它正好就在那點下 它盡量地擺得準 準完以後倒過來180度 稍微等一下 那邊已經開始暗了 有些星星開始亮起來了 那個星星就是黃道上的星星 因為這就是太陽到地球的線在往面夜上 因為地球是老太陽走 所以你知道你今天看到的是這些星星 明天看到的星星就改了 而這些天文學家的星星都會被 一看都有名字 這個叫什麼 所以我今天實際上什麼 日地色線 沿向無遠在那上面 那個上面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刻度 多彩多姿 你現在說這個是在哪個星星 靠右幾分幾秒 你趕快記錄下來 這就是熱力色線 你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天更暗了 那星星就往上跑 你發現金星在那邊 你再把金星的角度量出來 這個角度跟熱力色線之間的夾角 是那天重要的一個記錄 金星 金木甩糊塗 一個一個一個把它記錄下來 這就是你的測量 他們懂得很 這個你現在那個色線 你現在記錄下來 等到了過了一個鐘頭 你看到金星 在這時候這條線 已經移了一個顧慮 移多少 因為第二天有要看見那個東西 中間有一個角度 這角度是24個小時 你加一個鐘頭 那就是二十四分之一 它要修正 所以在以前天文學 第一個是觀察 第二個是要計時 時間很要緊 因為不斷地在動 這就是天文觀察 古希臘的文明 天文學家跟幾何學家 古希臘的天文學家 都知道幾何非常重要 也是一個很好的幾何學家 而古希臘的幾何學家 往往想方思法 提出為什麼行星這樣走 一個幾何模型 用一些他認為可以解釋 這個行星行動古怪的這種模型 那像Eudox 我上次講的Eudox 像後來這個Apollonius 這個Apollonius後來解 這個圓堆曲線論 這是個大幾何學家 他就提出來這個 所謂epicycle 這個大圈小圈 用一些幾何模型 想法著能夠解釋 不大能夠理解的 天文的一種現象 但是要注意 他們致力與思 近六七個世紀 花了六七 差不多七百多年 一天那麼想做 但是涼天聚夢 依然難緣 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這裡面最值得一提的 有兩個人 一個叫Hipparchus 這個人是在地中海 靠小亞西亞的邊上 有一個相當大的島 這就叫Rode Island 你們現在講Rode Island 好像都是美國 那個美國是Name after 那個最主要的Rode Island 羅特島就是在希臘 在那個時候 它是一個非常發達 文明發達的 也很富有的一個 希臘的一個城邦 那裡面這位先生不是貴族 就是地主是很有錢的 他對天文有興趣 所以他自己設計各種天文儀器 天文儀器 而且由天文台而獲得 也是一輩子獻身於天文學 他有一個重要的觀點 他說你一聽到完 想出這個幾何模型 跟那個幾何模型來想法是解釋 這個解釋 這個Ebisago大小怎麼配 這個都有點空談 天文學是天天有觀察實驗資料 所以應該要用力 用主要的來觀察 所以他造了天文台 他發明很多儀器 有點有錢了 有錢而有志向 要了解大自然 很多人有錢了以後就窮金無聊 富金也很無聊 對不對 那麼他 我講一個要緊的事情 他的仔細有非常多的貢獻 差不多古代天文觀察資料 最全的就是他 有幾千年 一千多年沒有人能夠超越他 當年的這個資料 跟完整性和奴隸 其中有一個特別的事情 他發現了 這個地球自傳有個軸 這軸對著 比如現在是北極星 他說其實在巴比倫的時候 不是北極星 就是說這中間 地球的像陀螺 這個軸的軸 在那裡做個小小的擾動 這個擾動的周期是一百多年 也是很長的一個周期 他怎麼樣子撤出來呢 他把他的天文的觀察 跟巴比倫 在那時候巴比倫幾千年 但是那個時候你看 天文資料 大家都很寶貴 保留起來 在希臘的時候還可以查 巴比倫怎麼一個研究 他這個就是睡察 他就撤出來 所以你看見他這個用力之深 那麼因為他的觀察的資料 還有很多幾何學家 像 阿波羅尼斯 夠有幾何模型 就把這兩個合起來 經過大量的幾何的計算 那麼計算裡面包括什麼 因為這裡面一定要用到 球面幾何 球面三角 而球面三角 就是羅德阿倫這個school裡面 有個叫 麥娜老師 你現在在秋冬幾何理會 麥娜老師定理的 這個麥娜老師是羅德阿倫學派 這學派起始的主事也是他 後來到了紀元前一世紀左右 紀元一世紀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研究球面三角 所以人類的文明裡面 球面三角 比平面三角還要早 平面三角要兩地 希臘人是要兩天的 對他來講更有意思的是 全面三角 所以Tolene就學會了 全面三角 再把他的資料拿來 反反覆覆分析 畫了一輩子 就構造出一個地球為中心 地形學術的天體的模型 這個模型是什麼 是錯的 因為地球應該太陽出現 所以可以說是將錯就錯 但是他用力之深 這個還可以有預測性 有個中短期的預測性 壞事就壞得他可以有預測性 所以大家對他佩服的不得了 他寫的這本書 就講了這個行星在地形模型的一個模型 這模型基本上是完全錯的 但是傳到阿勒伯 阿勒伯人也很要知道天文 所以希臘的文明一大部分是通過阿勒伯才保留下來 到了阿勒伯這個 他們對於他這本書 講得佩服的五體頭地 叫他這本書叫做偉大的書 阿瑪蓋斯就是偉大 阿瑪蓋斯不是天文是偉大 那麼要講的 現在從這裡接下去要講一點點的 是這些文明就是希臘的天文學 幾何學 我已經很簡短時間關係很簡短的介紹到這裡為止 這些東西靠了阿勒伯人保留下來的 然後幾乎在西歐是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後 這是比較早 這個被野蠻民族入侵了 整個歐洲變成黑暗時代 我們就叫做黑暗時代 地球變扁了 那麼後來又有一個打仗很厲害的 但是其實他就是窮兵得武的 叫奧托曼帝國 這個阿勒伯人又叫奧托曼這一族 奧托曼帝國的立國志向 就是要把君士丹尼堡打下來 因為這個地方很繁華 打了一百多年 最後把君士丹尼堡打下來了 打下來以後呢 希臘的那些學者原來在 因為西羅馬是滅亡了 東羅馬還沒有 所以那時還是文明漢字那裡 火總沒有滅 那一打了以後 他們就只好逃到意大利去 所以那時候才把這些幾何原理 像那些阿姆蓋斯這些東西 都帶到意大利 逃到意大利 然後那時候中國的活字版印刷書 也傳到那裡 因此就把這些幾何原理 這些要緊的書都印出來 然後最後就在大學裡面 就教這些 這就是希臘文明的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 就學習希臘 這個文藝復興剛開始就學了 溫古不知心就學了 但是很要緊啊 慢慢學 學了以後呢 這個譬如說已經文藝復興到了後期 後期 這個出了三個 文藝復興的後期出了三個人 一個叫哥布尼 所以我們現在來 天文學的文藝復興 我把它叫做聚棒山吉利 天文學上的聚棒就是吉利山 聚棒山吉利 第一個人是哥布尼 第一 他是這個年代 他主要的是日興論 第二個是蒂古德布尼 你看他生的時候 他死的時候他還沒生 沒多久就生了 他活到這個時候 這個呢他這個天文寶庫 他是真正的做一輩子 換一輩子來這個測量 這裡譬如說蒂古 是希帕克斯以後 第一位極初勤奮的天象觀察家 這時候丹麥國王大力資助 據義父國告訴我 是大概丹麥國王的 每年的稅收的2% 都來資助他 資助了20多年 所以這個丹麥國王很有貢獻 我最近在把這件事情 用英文跟一個 我的納威的一個學生 要寫一些英文文型的這些東西 他說這個不叫丹麥 就是丹麥跟納威 所以納威人也有貢獻 因為納威人那時候屬於丹麥 他是業以基業 力求精準 這是蒂古 第二棒 第三棒 凱布勒 凱布勒他這個時候生 他中間是1600年跟蒂古碰面 兩個人碰面 到了1601年這個10月 蒂古就死掉了 所以他們共處的時間不到兩年 不到兩年 但是丹麥的觀察的重要資料 就由凱布勒繼承 這裡面就接綁了 所以接綁了 然後他接了以後 又花了30年的功夫 凱布勒是充分發揮日新任的優點 梁天有數 繼承了Tico的天文寶庫 用數理分析 奮戰20多年 千古智尼終於真相打敗 他創了新天文學 這個是人類文明進步裡面 最難能可貴的部分 現在往往大家覺得 牛鄧寫那本書 我覺得牛鄧的那個貢獻 當然是非常重要 但是牛鄧貢獻的難度 不如凱布勒的 我想五分之一都不到 五分之一都不到 你自己懂了你就知道 所以很多人大家大得 講牛的又是創維基分又那樣子 然後凱布勒根本 凱布勒是誰都不知道 那個就是無知之談 無稽之談 那麼現在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只能夠簡要的跟你講 所以哥布勒的貢獻究竟是什麼呢 哥布勒啊 他的叔叔是波蘭的一個主教 他叔叔 所以他從小受他的叔叔的這個掩護 所以他反正就是有這個宗教裡面的講學經 他要到哪裡念書都教會出錢 OK 所以他從小幾何很好 研究愛好天文 所以他在波蘭念書的時候 已經對幾何天文很有興趣 可是那時候波蘭文化不大發達 要真正要 說說話要到意大利 波羅尼 波羅尼 這個最主要的一個大學 他到那裡碰到一個良師業友 叫Navara N-A-V-A-R-A Navara 他就住在Navara家裡面 天天一起念Armogast 然後要測量 那時候他們覺得Armogast裡面 這個有一個月球 月亮 這月亮擾地球 它中間有一個很大的一個epi cycle 所以那個epi cycle就把原來半地那麼大 那epi cycle就有的時候就很靠近了 這件事情不對 他們就在epi cycle靠近了 他去測量 月亮並沒有加大很多 月亮基本上是走了一個圓的東西 所以說不對嘛 所以他們就知道這個Armogast裡面 有很多不對的地方 它裡面的毛病他都知道 裡面的短處都知道 所以他們兩個人都在討論 這個天文學走到這裡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 左織右織 要把這裡修正一點 那邊就出大坪路 那邊拉了就這邊 像那個衣服破了又小 永遠遮不住 這邊露出來就那邊露出來 所以一直在想要找一個出路 苦思不得其解 正好在這個時候 他在念阿基里的有本書 叫做Saint Racknell 就是鼠殺樹 這是阿基里的 給阿基里的是Syracuse的一個會族 他跟Syracuse的果王要講學問 講了學問的記錄 學問的講義 就是最後就收集成這本書 在那書裡面 他跟他講天文學 他說現在地球是太陽系的 地球是一個中心 這是現在天文學家的共識 大家都這麼認為 但是也有一個叫Aristatio 他是認為太陽也該為中心 我也跟你講一講 Aristatio的很多東西已經被燒掉了 沒有 看不見了 但是通過阿基里的而可不定念叨 我的說法 他念叨這裡有個頓悟 原來出路是應該太陽為中心 所以這個頓悟可以這樣講 用中文有些事情 當你站在裡面看不清楚的時候 突然你不雲過去了 太陽看見了 叫不雲見日 見到太陽應該中心 所以哥布尼的不雲見日 有這樣一個頓悟 有這個頓悟以後 他就很興奮 就把 等於說原來這個 在苦思不得其解的出路 現在知道有一個出路 但是這是一個偉大的工程 從地心要改成日心 所以當時他把它想的東西 是1514年 後來這個東西叫做 commentate commentate 他用中文來講是一個記要 他自己忘記了 把我當年所思所想的那個想法 用那個要點折落下來 整個十幾頁 那麼手寫 寫了以後呢 送給各個朋友 一些他自己的朋友 沒有發表 這裡面講的很多話 都非常有道理 說太陽應該中心 行星應該擾得太陽走 然後月亮是擾得地球走 諸如此類的 他得到一個東西 而且他做了一些 有意思的一些觀點 要對這些東西很有道理 但是是定性不定量 在天文學裡面他知道 一個天文學天天都可以看得見的 今天這個火星在這裡 明天的角度變了 都可以看得太亮 所以你一個天文學 只是說說而已 定性不定量 誰也不能像 不能取信於人 這件事情戈布尼非常清楚 所以戈布尼從寫了這個記要以後 他就致力於收集古往經來 在很多的天文的資料 想方式要整出一個定量的 這個天體運行論 這個行星如何擾太陽走 你講這個運行論 你畫出來的東西 要從你那裡面 你要能夠預測 說今天從地球看那個火星 它應該是在哪個方位 木星在哪個方位 要有這樣一套的理論 這個理論一寫 寫了多少年 從1514年開始 到了1543年 他臨死的時候 這個書印出來了 他在病腸上看了這個就驗了 所以花了差不多近30年的時間 他就做 這裏我稍微講幾句話 因為時間有限 他始終搞不出來 他花了很大的功夫 也有很多進展 但是要寫出這麼一個論 他後來年紀也大了 體力也衰了 有一個德國的人叫Rectus 是一個Bahn University的一個數學教授 對於他很配 特別跑到Bahn去跟他 從1540年開始 1540年更早一點點 就到那裡 在波蘭住了兩年 跟哥布尼學習 然後幫哥布尼去寫 完成 最後寫出1541年的八月 有一個出口可以復印 然後印的時候 最後印出來的時候 他已經垂暮垂死之年 那麽現在來看 哥布尼的天體運行論 現在大家覺得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不得了的一個工作 這個工作可以說 這是科學革命的第一炮 科學革命的第一個起手 第一個起手 那你仔細去看 他的天體運行論裡面 太陽不在中心 太陽的位置移來移去 為什麼 因為這個行星擾太陽的運動 並不是以太陽為 並不是一個圓 圓周等村運動 太陽在中間 這跟事實不符 所以你一定要調節 調節來調節去 最後連太陽也移動 移來移去 然後也是大圓小圈 跟那個Ptolemy 他最不喜歡的Ptolemy 這是他原來會的東西 他就只好退而求其次 就把那個老套的又拿 因為馬上快死了要交贈 交贈的時候 等於你考試考不出來 快要交卷了 就把老辦法就拿來算 所以可以講是什麼 他不亂反 不無歸正 地心變成日心 半徑提供 他只能夠成功一半 沒有成功 這半徑成功裡面 有很多值得一提 最要緊的一件事情 是每個行星有它相當準確的周期 這個行星 地球走到那個周期間 根本就不well defined 也亂糟糕 而且這周期已經大得不得了 要我們現在來講 至少是應該地球的周期 跟那個周期的什麼 小公倍數 最小公倍數 但是這東西並不是整數 你要知道 不是天的整數 所以在日心學術裡面 這個是有周期就定 這個哥布尼成功 我現在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把這個留作一個習體 你可以做 怎麼樣子來可以計算 相當準確的 是怎麼呢 我們現在先講 比較簡單的就講火星吧 火星是所謂的外星星 在地球的外面 它的軌道 所以從太陽 地球 然後才是火星 我畫一個圖 在這些天文學家觀察的時候 他們很容易注意到一些特殊的現象 什麼呢 三連星 就在伯木觀察的時候 你倒過來看那邊 Rody 發現火星就等了 這個是很興奮的事情 大打激烈 今天三連 這個火星跟地球 跟太陽 三連星 然後你就等啊 要等多久呢 差不多等七百八十多天 多一點 又三連星了 然後再等 每次這三連星 跟三連星中間 相隔的時間不是常數 但是都是在七百八十左右 你把 OK 所以基本上 每兩年多一點 就有一次三連星 火星的這樣 在土星另外一個 火星的三連星 你把這個的平均值拿來 然後呢 用平均值設想 火星的這個角速度 是守恒 是常數 地球也有個角速度 也是常數 這個就是天上的時鐘問題 所以你小學學的時鐘問題 就拿來用 就可以從那個 這個平均的這個 三連星相隔差不多 七百八十多天 多一點點的話 你就可以求出相當準確的 這個火星的周期 火星周期是大概是六百八十七 現在可以定到六百八十點一天 這個是日星論最突出的一個 完全定量 OK 那內行星要有另外的辦法 因為內行星 三連星看不見了 那火星在裡面 金星在裡面 這個太陽亮的不得了 金星靈略很不容易見到 所以總之 那麼Tiggo就是 他就是因為丹麥國王的支持 丹麥在這個長話短說 丹麥的這個國王 因為Tiggo在天文學上很有名 變成丹麥的國家的驕傲 所以當他回國的時候 特別邀請他來 說你能不能接受 我把一個島叫做HVNHIV OK 這個整個島變成你的領地 然後在島上 你就照你要的天文台 天文儀器 全部是丹麥國家的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知識 他在那裡花了二十多年 日夜已積夜 而且培養了很多天文觀察的學生 很多對天文有興趣了 就自願到他那裡來 因為這個觀察很麻煩的 這個人要看宗 那個人要看每天紀錄 對不對 這累積了天文寶庫 力求精準 那麼現在下面講凱布勒 凱布勒是新天文學的主角 最後一棒 這三個人的背景都不一樣 一個是他的叔叔是主教 一個是貴族 國王特別支持他 這個家伙是一個窮光蛋 他的父親是喝酒不管家事的人 從小要去地上種地 幸好有一個貴人 這貴人是他在南德 那附近的地方 這附近 那是當年這個 Mardin Luther King Mardin Luther的這個 新教區 新教區那時候的伯爵 那個內地文伯爵 是獨性新教 這新教就要傳教士 要不然新教本來勢力很少 所以他獎勵學術 獎勵學術就是要培養傳教士 所以凱布勒長話短說 從小就靠了獎學金 一路念到大學 那時候的大學的中心 是叫Dubing的大學 他在那個大學裡面 其實拿的獎學金 是將來要做傳教士的獎學金 可是有兩件突發事件 改變了凱布勒的一生 而我們人類的文明也大受起義 一個是在那時候的奧地利 也是有一個城 那個城是一半新教 一半天主教 那新教的人要上新教的中學 天主教要上天主教中學 大家分開來 那新教中學裡面 有個中學老師突然生病死了 因此接著要找一個替會的替換的人 那時候的學術中心是Dubing的大學 他們就向那個的教授團 那時候的教授職校 教授團來求救 你能不能派一個好的數學 好的一個學生來接替我們的數學老師 大家就說派凱布勒去 所以凱布勒就去做中學老師了 我覺得那時候的中學 可能的課程還比我們現在台灣的好 他的數學還要叫天文學 有道理一點吧 所以他還要教天文學 在數學裡面要教天文 他有一天在教天文課的時候 他突發意想 他說這個正三角形 有一個外界圓 也有一個內界圓 這兩個都有半徑 這半徑有個筆子 這個筆子啊 差不多就是這個 木星跟火星這個半徑的筆子 這個筆子跟這個差不多 這個好像有點道理 因為你要注意 當年在天敵運行的裡面 周期很純 但是這軌道的大小 這就搞得很亂 對不對 所以軌道的大小 當然是一個很要緊的一個量 他呢 這個人是信教 要做傳教士的 都信天主 這個太陽系 是天主的創造 這天主創造的東西 什麼都要有道理啊 對不對 那當年知道 經不隨後 再加一個定修 所以哥布尼的天敵運行的 只有六個行星 為什麼只有六個行星 不是五個也不是七個 現在知道是九個 但是那時候只有六個 這天主創的六一定有道理 這個六一定有道理 他想了半天啊 懂了 這個老天主是幾何學家 這個粒體幾何裡面 有五個正多面體 對不對 說這個六就是五加一嘛 對不對 六不是五加一嗎 怎麼這樣六等五加一呢 他說他想瘋掉了 他最後得出一個假象 說天主給他一個啟示 就像摩斯 摩斯是得到了這個十戒 這種樣的事情 那都是假的嘛 這個都重新造出來 他說他可以清楚楚的想到 每一個行星 它運行並不在一個圓的軌道 有的時候遠一點 可以想像它是在一個 有點厚度的一個球 球墾 有點厚度的球 因為有的時候遠那個球 所以每個行星有一個這樣一個球 這個球以太陽為重新 都是同星球 一個有厚度的 然後在這個六個球裡面 正好插進去五個正多面體 這真的怎麼插呢 跟外面的球的內臂外接 跟裡面的球的外臂內氣 這樣插指數問題 正好插進去 他就把這個 那麼現在這個毫無疑問一定是對的 因為這是上天的啟示 他好毫不止一定對 問題現在就怎麼插發 那他當年對於把那個大小的古蹟考來 就插來插去 最後就造出一個 就寫了一本書叫做《宇宙的密奧》 這個年輕人就寫了一個叫《宇宙密奧》 他還去遊帥一個有錢的人 捐了很多銀子 那個銀子打造出這樣一個模型 一個天體的這個模型 總之這是凱布勒的這個啟示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凱布勒就要終其一生 要把這件事情搞清楚 後來發表了 但是越錯 始終都錯得不大好 錯得不大好的原因何在呢 肯定不是他的猜想有問題 一定對那是上天的啟示 問題就是天文的測量可能不大準確 所以需要用新的觀察 測量的 把那個大小軌道都算對了 就恰恰逃了 他當然知道 這個天文資料裡面 最好的就是提供 可是提供資料不發表的 他說要來自己用 你去寫 應該讓他們不理你 你那時候也許送E-mail 這E-mail也不會 他說沒有E-mail 我說沒有E-mail 後來這個上天的安排 Tego那時候支持他的果王 老王死掉了 小王接位 天天要花那麼多錢給他 而且這位天文學家價值大得很 他要說我現在要購到什麼東西 需要多少錢 你最好要改 你不給我辭職 他就放雕叫辭職 所以Tego在那個果王那裡 辭職的書是一大堆 都沒有被批准 可是後來這個人貴族 多了 年紀大了 又跋扈的厲害 他甚至於奴役島上的農民 那個農奴就是說 在島上的那個 heaven上的那個老婆姓 你該給我做奴工 我是你這個主子 那些人就告狀告到這個國王 所以他已經聽到這個 拔戶魂行的很多事情 有一天辭職造準 而辭職造準他的臉掛不下 所以就要離開丹麥 後來這個Tego死了 都不准回丹麥去葬 不管怎麼樣 Tego就出來在歐洲國家各地方有 據說有三十七個馬車 把他的家眷系軟跟儀系 全部擺在馬車上 從巴黎走那裡到處走 就希望有一個國家要接納他 大部分人都覺得這個人也不大好人 所以不接納 可是那時候有一個國家 叫做神聖 自稱 號稱 現在有所謂的奧雄帝國 他的國號叫神聖羅馬帝國 掛牌掛得很響 希望要找一個人來 把他的名譽稱善 Tego死了 所以Tego也用很多政治手腕 兩邊正好一撲即可 所以後來Tego就跑到了Block Block邊上有一個山頭 叫Baneta 一個古堡 他就把這個古堡Guitar 我在兩年以前去Plock的時候 特別千辛萬苦到了Baneta 去看Tego的古堡 那個柱的寶 不管怎麼樣 所以那個時候Tego已經年紀越來越大 累積了一大堆的觀察資料 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就是不知道 理不出一個頭緒來 而Kepler需要這個資料 才能夠把他偉大的猜想落實 所以兩個人應該什麼 一老一孝 互補 一個人有資料 不會算 一個人會算 沒資料 所以應該是天桌之河 我們中國來講天桌之河 但是那兩個人在一起工作的 一年十個月 吵架吵翻天了 所以絕對不是天桌之河 我把它叫做天桌之河 是碰到的 要不是老天安排 怎麼會碰到呢 而且碰到以後 有一天Tego去參加宴會之類的 就喝酒 因為他喝酒以前忘記了去一下這個東西 所以忍了回來以後 膀胱就發炎了 就死掉了 死掉以後呢 Kepler就把它寄成 這個是天桌之河 這個天文棒就交了 交了以後 Kepler搞了二十多年才完成 這個事情是怎樣 因為今天的時間實在很有限 所以關於Kepler 當年究竟怎麼樣從這個錯綜複雜 這最難的一部分 錯綜複雜裡面 能夠整理出這個行星運行生定力 先講它的結果 這新天文學 它在第一次 第一個重要的 第一本書是《宇宙的廟》 在這裡不重要 因為這是少年狂相取 真正有科學意義的 第一個是新天文學 這是1609年印的 這裡面是發現了地球 繞太陽的面積率 這是第一個發現的 然後發現以後呢 它進而就得到了 火星繞太陽的面積率 然後在那裡以後呢 再搞了兩三年 算啊算 算子吃飯 最後的恍然大悟 是火星繞太陽走的 是一個橢圓的軌道 而太陽在那個橢圓的焦點之一 這叫橢圓綠 所以當年橢圓綠第一個發現 這是對於火星有了 那麼後來當中有這個以後呢 它繼續的努力 那麼就發表了三本書 這個epiton就是 這個有點像教科的時候 導讀的意思 是哥布尼的天文學的一個教本 導讀 其實呢 它講哥布尼天文學 根本是它的天文學 其實是它 它把那個繼續對於其他的行星 也滿足面積率 也滿足橢圓率 都寫出來 寫完以後呢 它最後又寫了一本書 叫Harmonic and Mondy 這就是宇宙的和諧 Harmonic and Mondy 這個書裡面有第三定律 就是說 每個行星都滿足橢圓率 跟周期率 橢圓講你的軌道 周期講你的速度 因為這個面積少過去的時候 你會倒算速度 對不對 他說那時候有六個 這個律要注意 是一個實驗性的定律 只有六個行星 它都算出來它的周期跟這個橢圓 橢圓有個長軸2A 這個2A對於金星火星每個都不一樣 把它的立方跟那個周期的平方 這個的比值是六個都一樣 所以這個對它來講 它當年就是想要研究這個行星之間 有沒有什麼和諧 它找到 所以它認為它當年少年狂想去 雖然是不對的 但是它的志向它是完成了 所以這個是它 然後它當年這個 這個Tico要神聖羅馬帝國出錢 對不對 然後找了一個助手 這助手吵架就跑掉了 他又要把這個Tico拉回來 就把它拿來去見的國王 所以這個新傢伙很能幹 應該重用它 你用它 用我的資料 用它 不是大概的意思 就可以造出一個星表 就是天體運行的那個星 就像Ptolemy一樣的東西 這個星表加上用你的名字 所以當年就因為這樣子 這個神聖羅馬帝國才支持 他支持這個卡布勒 支持這東西 所以卡布勒最後要報答這件事情 他一定要搞出這個星表 這星表就是羅達塔布魯 羅達菲就是神聖羅馬帝國 支持他的那個國王的名字 這個星表 比以前所有的星表 都準一百倍以上 因為現在是對的 所以這樣子 但是這個格勃尼克的日星論 就完全建立 現在才是行星老太陽走 大家都變成是一個常識了 千古之離 終於正向八百 我現在要稍微簡略地講一講 格勃尼 當年周期已經定出來了 但是良天無數 無法 所以失敗了 凱布勒為什麼成功呢 凱布勒良天有數 所以我至少得跟你講 凱布勒良天的思想在那裡 那麼這個良天數 把凱布勒良天數拿來 真的來可以算出這些定律嗎 那麼這件事情 我跟張海濤搖橫在這裡寫了一本書 叫千古之離 《於幾何天文物理2000年》 那本書你去看 有詳細地做 而那個計算不是凱布勒原來的計算 我用的是司法其義 改旋跟障 因為假如我做凱布勒 那你每個人念那個書要念二十年 而你又沒有凱布勒的能力 你怎麼做得出來 所以要改善 所以你有興趣看這本書 我現在最主要講的凱布勒良天露是這樣 因為這個自古以來最主要的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說幾何啊 你在天文裡面你看到的只有角度 只有從地球看那個行星 在伯木測量的時候的角度 跟那個日、地、線的角度 只有一個角度沒有距離 所以天文學生最困難的是 怎麼樣把距離給搞出來 沒有距離 那麼凱布勒是第一個 他讀信 像戈布勒的天性運行能 太陽還在動來動去的 他說不行 就是太陽就是不動 所以他更徹底的惡心理論 太陽不動 但是一個點不動沒有用 所以他善用周期 比如說這是火星 那麼在這個時候 比如地球在這裡 所以你這條線也知道 因為這個就是伯木觀察的時候 看到那個星是什麼 你知道的方向 然後那時候你又看到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也測量出來 這個方位知道 這個方位知道 然後過了一個火星的周期 火星回歸岩位 那時候地球應該跑到這裡 所以我假如說第一個先這裡比較容易看 先假如這是第一個情緒 地球現在這裡 地球擾了一圈以後 不到兩圈跑到這裡 所以這是第一個觀察 這是第二個觀察 他們兩個插一個周期 當然你也可以插兩個周期 插三個過期 所以他的基本的思想是 在把兩個插一個火星周期的觀察 記錄下來 這個畫下來 這個原來是不同的時間 但是在空間裡面 它是把它疊在一起 這叫垮周期 OK 兩鐵數 這樣子的話 你假如知道這個距離 知道這個距離叫R2 地球的距離 然後你知道這個角度 你就可以用三角測量 測出這個火星的長度 跟這個角度全部可以算出來 這就是凱布勒 所以你想 凱布勒是充分利用到什麼 利用到周期 這是戈布勒的這個最好的地方 而且利用到踢狗的觀察 是每天都看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看了以後 那還要把這個東西用得更簡單的 更好的一個辦法 就是我現在假設在這一天 其實又是一個三連星 就是說差很多周期 但是假如我現在從一個三連星開始的一個 所以這個方向也知道 那麼你又有一個 第一個是這個第二個 假如把這個圖形看出來 那時候三連星的好處是 你又知道這個角度 C加E跟C加E 你這個角度知道 這角度知道 這角度所有的角度都知道 所以用余璇定律 就很容易得出余璇 所以我把這個叫改璇跟章 改用余璇定律 這些在我跟戰友商那個書上有強細的說明 你有興趣仔細看 所以這叫重訪凱伯樂的東西 要注意凱伯樂這個書 真正有人念懂的 我想幾乎連凱伯樂自己都不拿 後來寫完以後都看不拿懂 因為這太複雜了 OK 太複雜了 所以必須要抓住 司法起義抓住他的真正剪步驚倒的思想 還有一個凱伯樂重要的思想 凱伯樂當年 所以你想 假如他當年去做這個 提古德布拉的助手 提古德布拉就給他說 你幫我去掩護火星的軌道 為什麼 火星的軌道是比較扁、比較橢圓、不圓 所以持古以來知道火星的軌道是最難纏的一個東西 那提古就說你去把這個 像那個木星的軌道比較有些算 土星比較算 讓他的女婿去算 那女婿就可以馬上算出結果來了 對於凱伯樂來講 他並不以為這個是內外有別 他說這是因為你器重我 覺得我有能力 所以把最難的給我 他感到非常高興 而且他吹牛 他說這個同事難得了我 兩、三個禮拜我就給你幹完了 搞完了 可是他這兩、三個禮拜 一個我搞了六、七年 中間他把跟火星 研究火星的軌道 火星是Mars 英文 Mars在戰神也 所以他始終把這件事情想成 他跟戰神的決鬥 他在跟戰神決鬥 屢戰屢敗 因為搞了幾多年還是失敗了 凱伯樂這個事情在 你看剛開始 凱伯樂是一個少年的時候 他這麼行星是六個 這個是五個 就是指數問題 就這麼胡搞 少年狂想曲 而且認為這個絕對是對的 那個時候是年少氣盛 對不對 這個愛吹牛說狂話 這個年輕人說狂話也是可愛之點 但是他到變成Pico的助手的時候 他看到Pico這麼嚴謹 每個資料要精中又精 核算又核算又 因為要保證準到 盡可能保證 而且一分到兩分精度 而且他修正無常 他是感到震撼 震撼 懂得什麼叫做十字求是的研究詢問 所以凱伯樂也脫胎慣過 他從這個經驗裡面 凱伯樂變了一個人 所以火星 我在那個 我們在大海旁的書裡 火星是凱伯樂的 複星Lucky Star 但是也是他的烈域 Refining Fire 就是把他鍛鍊成一個 十字求是 追求實驗性定律的一個能手 這是後來的卡布朗 他堅持一輩子 那麼在這裡 他第一個發現的 是煉機率 這個煉機率是這樣子 在他那個新天文學裡是這樣寫的 他第一章第二章先把這個東西解釋 然後他說我怎麼樣去研究火星的軌道 其實是屢戰屢敗 他屢戰屢敗以後 一個實驗的科學家失敗 失敗以後不能放棄 要反省為什麼失敗 他最後反反覆覆地發現 他說我之所以失敗 是因為我對於地球老太陽 因為地球老太陽 他每天的方位知道 所以極座標裡面的θ知道 但是那個距離不知道 所以我不知道 每天地球跟太陽之間距離的變化 不知道 這叫做你想 你的觀察站在地球天天在變在動 你不知道是怎麼動 你又在動 那你當然就撲數迷離 所以整個天古池沉迷的這個基本原因 是自知不明 你自己老太陽轉 你不知道怎麼走 這是他屢戰屢敗的 他說要改過之心 他說我現在要倒過來 先研究地球老太陽的極左標 他就把原來的計算是 用地球這兩個距離有個假設 然後湊來湊去 來測這個火星的反覆覆的 他說現在不行 火星是固定不動 然後就像燈塔一樣 我插一個周期 先一個三連星 然後插一個周期 對不對 來計算 這樣就算出地球的距離跟軌道 他算了 花了很長的時間算 算了以後 他是把地球跟太陽 遠地 在地球他知道這個軌道 有一個點是遠跟太陽遠 一個是近 近是冬天 東智一個遠是下子 其實倒過來 在北半球 南半球就對了 不管怎麼樣 他把這個距離的一半 叫做十萬個單位 然後算出來那個不同的碼 180天 因為那邊是對稱 180個分隔 每一天這個距離都算出來 立了一個大標 這個 chapter 30 第三大步 part 3 就立了一個大標 這個大標有了以後 已經知道幾座標 可用了 我每天都知道的距離了 就已經可用了 但是它不以此為滿足 不以此為滿足 它進而說 背後一定有一個進而解的道理 最後就再繼續研究 就面積力補充 所以這個面積率 是凱布勒第一個成功的率 就知道地球擾太陽走的距離 就完全出來了 OK 記住了 所以這叫自知不明 這是Pusomini 自知不明 但自知之明是散漠大焰 整個新天文學 凱布勒完全講 這個是新天文學的一個奠基工程 有了這個也就是無往不立 好了 這個凱布勒我只講到這裡為止 時間的關係 那麼這裡面要簡單單單地講 甘利略的地面 地面重力的實驗 第一個這個自由落體 大家知道 自由落體 然後斜面我都已經講過了 還有一個是單擺 這也是重力 它有個周期性 你把單擺的擺幅不得很長的時候 這是簡協運動的一個 這個 我現在你們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太講 這個 它剛開始研究自由落體的斜面 是它在Pisa的教書的時候 他寫了一本書叫 一些手稿 沒有發表 叫D.Moto D.Moto D.Moto就是on motion 就是動力學 動力學 那麼它沒有發表 而且中間有些是錯的 有些錯誤 它當時剛開始有些錯誤 那到了這個時候 他Padoo 他已經換了一個job 到了Padoo去做教授 他繼續研究重力 把有些錯誤修正過來 基本上他已經得到了 後來我們所知道的 所有的重要的結果 但是也沒有發表 大概還是不太滿意 所以真正的這些重力的研究 真正第一次發表 是發表在1639年 更了20多年 他寫的傳世之作 叫Discourses and Mathematical Demonstrations concerning the two sciences 反正這個是他最有名的一個 那時候他基本上被關起來 關了很久了 他覺得自己也快要 拜拜的時候 他下功夫寫這個 那麼這個是人類 所謂古典力學的一個啟蒙的地方 現在來講還有一個 我這個很快講一點 這個凱林略念的是直線等加速運動 這個直線運動裡面 一個最要緊而簡單基本的運動 可是要曲線運動 哪個曲線最簡單 我們人最懂的是語言 所以這個虎克跟Huygens都來研究這個 所以這些事情 我是把他得到的結果 用的現代的語言加以整理 一個圓周運動就是什麼 x等於rcosθt θ角度是t的一個函數 這就是圓周運動的坐標的描述 那麼假如把他這個是位置向量 這是速度向量 這個是用牛凳的符號 就是說對於時間的微分 就簡寫把上面打一個點 微分兩次就打兩點 這是牛凳的符號 不是Leveless的符號 那麼大家都熟悉 假如你要研究這個運動 要來分析 至少別的微積分不要 這個sinecosine的微分應該會 而且sinecosine微分很簡單 一個sinet跟cost 對不對 就是圓周等速運動 那它的切線方向就是 這個切線方向 假如你是單位圓 所以sine的微分 等於cosine cosine微分等於-sine 就是這個向量轉90度 對不對 好 所以用這個 你馬上就可以得出來 它這個速度向量是等於什麼 因為現在theta不是常數 所以這個連鎖法則 有一個theta倒 這就是角速度就出來了 那麼這個是這個向量 那這個是單位長向量 所以這個向量的絕對是平方 就等於r2theta倒的平方 這很清楚啊 對不對 簡單的很 那麼加速度 加速度要對這個再微分一次 第一個 你對這個時期再微分一下 又得到sine的三微分等於-cosine cosine的所以得到是這個向量 但是你還要再多一個theta倒 所以theta倒平方 這就是對這個的微分得到 然後一個是對這個微分不對這個 就得到這個theta的double倒 那麼這裡面大家知道這個 向心的單位法向量就是這個加速 所以你很自然的就得到了這個 加速度跟向心的這個單位法向量的內積 這內積就把這個去掉了 我們就得到這個嘛 就等於這個 而這個東西有一個簡單的意義是 我再加一個r就變成這個的平方了嘛 所以這個平方是多一個r我要除一個r 所以有一個公式是這個東西等於這個平方 這個也很簡單嘛 對不對 那麼現在來看這個曲線這個圓有個曲率 曲率是什麼 叫r分之一是曲率嘛對不對 這叫曲率半解的倒數 這個r分之一 你從這個公式看嘛對不對 r分之一就是什麼 就是把這個的值是等於這個 再除以v的平方就不r分之一了嘛 這個也簡單 那現在要做一個轉換 怎麼呢 因為這個的東西可以等於什麼 我把這個v差a 這個v差a它的絕對值是什麼 絕對值就是向量v跟向量a 所張的平形式變形的面積嘛 這你知道嗎 這面積的絕對值等於什麼 底層高 你把這個v想成底 再層高這就是高嘛 所以這個的值是等於這個家伙 再乘了一個v的絕對值 這是高嘛 你要底層高就變這個嘛 那乘了絕對值上下多層就變成 所以變成v的三方 這是因為現在原來有v絕對值的平方 你再除一個再上面乘一個 乘一個就變成有幾何意義了 而這個就是這個面積 這個平形式變面積 這個就是我們的曲率公式 這個公式完全是圓周運動 就可以看到在哪兒 可是要注意 我們研究力學 加速度最要緊 加速度是二階的 所以對於一個一般的曲線 一般曲線你在那個點 曲鈴定這三個點 有三點定一個圓 那個圓然後把這三個點 一個點固定另外兩個點 都壓縮到那個上面 有個極限位置 這叫密切圓 這密切圓的半解就叫曲率半解 密切圓的曲率就叫曲率 所以這個看來是一個 這是用圓周運動 但是圓周運動 是一個簡單 簡附的運動 它有一般的對於任何東西 的運動的那個點 的曲目化以後 就是圓周運動 所以意思說 這物理學家很懂 我做一個圓周運動 我在這一點 我這曲很小一段 其實可以想成是圓周運動 圓周的曲率就是這樣計算 所以有個曲率公式 好了 我們現在來繼續 現在來講牛頓的傳世巨著 這個牛頓寫的本書 是1687年發表的 這個書名字叫做《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其實什麼叫自然哲學呢 就是物理 他把這個物理就叫自然哲學 這是數據原理 是用數學來講這個物理 實際上什麼呢 他所做的事 就把原來凱伯勒的定理是天上的道理 改喻樂研究的是地上的道理 這些東西用數理分析以後 發現他們是同一件事情的兩面 所以通過這個數理分析 數理分析是什麼 一個東西的現象 你要精益求精 要看背後的關係 所以數理分析是什麼 是最有穿透力的 最有統察力的 人的眼睛看不見的時候 數理分析也看不見 對不對 所以精益求精 對不起 天上人間 何爾文一 這就是外遊營的定理 整個郵政做的事情就是這麼一件事情 而在這件事情裡面 有幾個關鍵性的數理分析 這本書寫得很長 討論很多東西 其實最驚訝的就是這四個東西 其他的東西是錦上天花 但是你這四個懂了 再念牛頓力學 嚴頓的書就能懂 你這個沒有懂以前 你念牛頓力學就被他忽悠 被他忽悠的搞得天花亂墜 覺得牛頓簡直高不可怕 偉大得不得了 嘰哩咕嚕 那你就天天頂禮摸拜 頂禮摸拜你還命令懂牛頓 要懂牛頓就懂得牛頓 有的時候裝神弄鬼的地方 你都看見你就懂牛頓了 這家鬼的很 這關鍵性的有這個定 第一個不是凱波羅有個面積率嗎 一個運動 他運動的時候 他跟一個點一個中心點的連線 少過去的面積守恒 這件事情的數理分析 其實就是說加速度是指向那個星 等價於作用力向性 第二個是面積率再加上桃園率 就可以證出來 這個向性那個力的大小 跟這個日星的距離平方成反比 平方叫做平方反比 第三個是凱波羅的力問題 假如有一個遮點 它是在一個向性的 而且大小跟平方成反比作用之下 它的軌道是什麼呢 必然是一個焦點在那個星的一個原罪曲線 就是倒過來也對 實際上這個什麼 這裡面說明天體為什麼運行 按照凱波羅定律做 是因為太陽跟行星之間 具有一個距離平方成反比的力 這是偉大的發現 下面的力定理是說 可能還有好多行星沒有發現 它是不是也按照凱波羅定律呢 你假如把這個證明了 它也一定按照凱波羅定律 看到沒有 這是逆定理的道理 還有一件事情 求對稱的摺體隱密公式 這個後來都叫做 The superb theorem of Newton 這牛頓最高明突出的 大家都尊重了 牛頓自己也如此認為 為什麼牛頓自己也如此認為呢 牛頓就要證這個定理 苦證證不出來 所以他這本書就不發表 一直到了1686年 因為那時候 Haley是一個天文學家 對牛頓的工作知道以後 覺得他一定要發表 這麼好的東西要趕快發表 牛頓始終拒絕 一直到了1686年 6月20號 寫了封信給Haley 說現在我可以發表了 為什麼 這個定理證出來了 而加了一句話 他說 Until 1685年 I suspect This formula is incorrect 他其實就是說 牛頓說 我一直想證 證不出來 一直到1685年後 還證不出來 那牛頓為什麼他說 他 suspect is incorrect 我幫牛頓解釋一下 牛頓說 我是天下最聰明的人 假設一個東西 隊伍會證不出來嗎 我證不出來 那就可能不對 所以牛頓 always win 他永遠勝的 他原來證不出來 他就 suspect incorrect 對不對 他證出來 他說我今日 你今日之後 我共逐日之後 我就可以發表了 對不對 所以下面要緊的東西 就我來給你做一些簡單的證明 時間有限 所以我想花15分鐘 這個幾個東西 都全可以證的 證明 這個證明是什麼 就是這個向量跟輸入向量的這個平行式變形的面積 因為這個平行式變形是等於這個三角形的面積的兩倍 而這個就是你用一個很小的移動 這個一個很小的東西 但是你再除dc dt然後把它放大 所以實際上就是面積率 面積率就是等於這個 那麼什麼叫面積率呢 你要證明說這個等於常數 dabt等於常數就是面積率 那要證明dabt等於常數 你所要證明的就是這個的微分要等於雷 因為這是一個常量 這個平面運動 這個垂直於平面的單位限量是常的 所以你只要證明這個是微分等於雷 這個微分大家知道先對這個微分 就是v乘v等於雷 還有一個是這個乘v的微分就是加速度 所以這個的面積率要成立 它的充要條件就是op 跟a的差跡等於雷 差跡等於雷什麼意思 貢獻 因為假如不貢獻就有面積了 對吧 它唯一的就是面積等於雷 什麼叫面積等於雷就是貢獻 這就是向心 其實也可以離心 也可以離心或者向心 就是這個方向跟這個 所以這個就證明了 現在有個要注意 有個歷史的註記 地球饒熱運行的面積率 是凱布勒新天文學的第一個最為基本的突破點 所以這個面積率看來簡單 這邊兩行但是極為重要 還有上述命題是劉敦那本書的第一冊的第一個定律 第一冊第一個定律 而是劉敦在力學研究上第一個重要的突破點 劉敦為什麼開始說哎呀我可以研究運動了 是因為他先搞懂證 沒有搞懂證言 他說我對應這個不有興趣 不能夠得出結果他就沒有興趣了 他人家有興趣 而他在研究的證明 你去看完全採用了虎克的分解案法 所以虎克其實教了他一招 他用的方法什麼叫虎克的分析力學 他說一個東西先用慣性運動 慣性運動再拉回來向心拉到心 所以這個是分解成很小一步 都分成慣性運動再加上向心運動 這樣 劉敦那個定律的證明就是那個圖解 他從來沒有講這是虎克叫我的 所以劉敦研究力學是從他跟虎克寫信 虎克教了他關鍵的一招 他才起步 他後來說劉敦 下面待會再講 現在要講把橢圓率跟面積率要合起來 當然要用到橢圓的光學性質 而且橢圓的軌道並不是就是一個橢圓 太陽在中心 所以橢圓跟焦點之間的性質 這就是橢圓光學性質 所以我現在至少要給你講講橢圓的光學性質 橢圓的光學性質是這個圖 我自己不會用computer畫出來比較準確的圖 橢圓光學性質是什麼 第一個 橢圓的性質是射到一個點 這個反射到這裡 加起來等於常數 橢圓的性質是到兩個焦點的距離守恆 橢圓這其實是什麼 從這裡很容易就可以證明出來 它的外角的分角線就是切線 這個你回去用簡單的形容 你說在這個分角線上隨便取一個點 這個到這兩個距離加起來合就比這個大 所以在橢圓外面 這條分角線上面任意一個點都在外面 除了這個點這不是切線嗎 所以這個就叫橢圓的光學性質 那麼現在我要把橢圓的光學性質 再推導出兩個簡單的東西 第一個 從F1到這個地方 一條切線有兩個距離 這叫D1 D1是什麼 就是F1到F1的對稱點的一半 這叫D1 這個叫D2 我現在說有一個這個橢圓的光學性質 是最基本的性質 是一個任意點到兩個焦點的距離之合等於常數 假如用曲線 在攝影機構的曲線 那焦點到曲線兩個距離 這兩個距離的成績等於常數 這個常數是什麼 假如這個曲線是平的話 這兩個距離相等都是B 所以這個D1乘D2應該等於B平方 這這裡簡單極了 怎麼呢 你就把這個三角形用勾股定理 就得到了什麼 得到這個長度是2A 因為這個跟這個等於1 所以這個加這個 這個加這個就等於這個加這個 所以等於2A 所以2A的平方就等於什麼 等於D1加D2 這D1加D2 D1加D2平方 再加上F2一平到H的平方 勾股定理 然後再求這個的勾股定理 這個的長度是什麼 是D1-D2 所以D1-D2 而這個長度 這長度就是這個長度 這長度就是2C 所以2C平方等於D1-D2的平方 再加的兩個一相減 這個消掉 這邊等於4D1-D2 那邊等於4個B平方 就得出D1乘D2等於B平方 我待會就要用這個來證明平方反比率 就是說假如橢圓率再加上面積率 就得出平方反比率 還有一個在這個要緊的定理 我要給兩個證明 下面另外一個證明 要用到一個東西是這樣 我又是光學性質 我在這裡取一點E 使得P1等於PF2 所以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那等腰三角形被什麼 這個內角封角線垂直底邊 這等腰的一個性質吧 所以我知道這個線跟切線平行 然後我在這一點O點做這個切線的平行線 交於K點 你看這是兩個相似三角形 所以你知道這兩個點相等 所以這兩個 這是三角形兩腰連線平行底邊 對不對 這個 所以你就得到一個簡單的性質什麼 這個K到P的距離等於這一段加這一段 而這一段跟這一段相等 這一段跟這一段相等 所以這個長度等於 都加起來 是不是加起來等於2A 所以它等於A 就是說PK 這個K是什麼 是從橡圓的對層中心 做切線的平行線 交那個點 這個長度等於A 懂了嗎 好了 好了 現在開始平方反比率的減幅正方 先用面積率 面積率是什麼 面積率就是這個OOP 對不對 這個F1的P到那個點 在跟切線方向做出來的平行式變形的面積 叫面積率嘛 對不對 這個應該等於什麼 因為等於是2πAB被剔除 因為面積是等於手橫 那你現在走出來 總面積是πAB 你因為有兩倍 所以2πAB被剔除 所以面積率的等式就是這個 這是面積率 而現在又得到 D1乘D2等於B平方 把這個東西 我要求這個輸入下面的長度 當然把D1除過來 然後D1除過來 要用這個公式 就上下都乘D1 D2 上下乘D2 這裡多一個D2 下面就變成B平方 然後這個B平方 一個B跟著約掉 就得到這樣一個式子 這個2拿過來 2B2就是F2到F2的對稱點 那是距離 反射對稱嘛 所以得到這個式子 我這個式子就說什麼 我知道這個輸入項量的長度已經定出來 而這兩個只差一個常數 這個是A B T都是常數 還有F2到F2一撇 這個回到原來的圖 對不起 這個F2到F2一撇 這個東西是怎麼 這個向量等於F2到F1 再F1到F2 這個向量架法 所以這個兩個向量 這個向量 第一個向量 從F1回到F2 是什麼 在X軸上走了一個-2C 反過來2C 所以這個向量的坐標就是這個 而這個向量 那條線長度就是2A 一到那個對稱點 所以它是2A乘上可上一系統 上一系統 有了這個以後 我因為V是等於這個 因為V跟這個的關係什麼 長度是這個關係 而且又轉90度 因為V跟F2F2是乘詞 所以V的方向跟它差一個90度 所以差90度我們知道怎麼做 所以V就把這個式子 和V跟F2F2一撇 相垂直 就可以寫出來 剛剛這是大小 現在連方向都擺在那裡 是的 因此我要求加速度 就把這個尾分 這是一個長項的 尾分就不見了 這個尾分的什麼 這個尾分正是常數 就裡面尾分對θ尾分 這θ尾分就得到-Cosθ Cosθ在3 但是加了一個θ bar 這個角速度 而角速度是什麼 我上下乘一個2平方 再除一個2平方 所以2平方就出來 2平方乘θ dot 等於2πab 帶進去 就證明了 證明簡單吧 這證明比牛頓證明簡單太多 而且負有幾何思想 那為什麼我一個東西證明了 我時間又不大夠了 還要講第二個證明呢 我要從第二個證明 就可以講牛頓證明的關係 就是這個證明跟牛頓證明的關係 是一個另外的角度 比較合乎古典幾何的證明 現在要用一個 合乎運動學的這個思想的證明 證明裡面 由於虎克 對於圓州的運動的局部分析 用到曲線運動的密切圓 就可以得到下面運動學的曲率公式 就是一個曲線在一個點上的曲率 是等於它的輸入項量跟這個項量的差跡 再被這個除 其實再加一個絕對值 絕對值當時有個方向的關係 所以不加絕對值呢 就這裡面把這個曲率的項量 把它用到橢圓上最為簡附自然的運動 一個橢圓上面你在中學學到參數表示 橢圓才是表示什麼 A cosity B cosity 這是一個最自然的一個運動 所以我用這個運動應該求這個曲率 那麼這個東西你求微分 微分就得到了這個 用V naught是什麼 是對於那個運動的這個速度向量 因為將來還要用對於行星運動的 所以我把它要分開 V naught的意思是這個意思 A naught這個微分很簡單 因此它的這個面積 這個行列是一下子出來等於AB 所以得到這個東西等於A乘B A乘B 好了 現在又回來 這個A乘B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個OP 這個A是反過來 P到O 對於那個運動 那個速度向量的 所以這個有一個平行式變形 從這裡到這一點 然後這是速度張開來的平行式變形 你把它平移一下 平行式變形同體等高把它平移 移到什麼 移到這一點到這一點 一個斜一點的平行式變形 所以把這個弄起來 所以把這個弄起來就得到了 所以得到了A乘B 等於這個是 A乘B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這個 這個向量在乘上那個邊長 兩個邊在乘上上 一個 這裡用到平行式變形 等於兩加邊的長度相乘 再乘這個 而這個東西就可以解除V這個向量的長度 就把這個除過去 A消掉就在B被這個 然後曲率向來 那上面 因為上面就是那個面積嘛 所以上面是等於A乘B 而下面是什麼 是VNOT的三方 這VNOT等於這個 把這個帶進去 就得到了一個曲率公式 橢圓在每一個點有個曲率 這曲率公式是什麼 是等於我現在又要回顧了這個麻煩 就等於這裡有個角度 IPSON 這IPSON的SINE的三方 在乘上B 所以A被B平方出 得到這個曲率公式 有了這個曲率公式 就馬上可以得到面積率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乘這個乘SINE 這就是面積率嘛 因為一個位置向量的長度 在乘上這個東西在乘上加久的SINE 所以這是面積率等於2πABT 這是面積率 然後A SINE EPSON 等於這是定義 就是說一個向量跟那個夾角 就變成在這個垂線上的分量 這分量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又等於這個 帶進去馬上就得到了公式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很簡單的證明 用到了什麼 用到了曲率在運動上的 是一個運動學上最好的證明 假如你現在要問牛頓是怎麼證明的 我可以勸你去看一看 你就發現了好難懂 因為牛頓呢 嘗嘗啦啦的用好多定理 咕嚕咕嚕的搞了一套 OK 看來很神奇的樣子 他沒有告訴你為什麼想到這樣證 你仔細用懂了以後 發現牛頓的證明裡面一個關鍵性的 就要用到這個曲率公式 你用到曲率公式 這證明就是這一行 所以牛頓的證明的最後一行就是這一部分 然後他用了一個相當複雜的辦法 來證明這個曲率公式 但是曲率兩個字從來不出現 這裡面我想他就在胡老不信 為什麼 因為曲率兩個字一出現 胡客說你學我的 牛頓把這個證明出來 他在日記上寫了 他說這個證明這麼複雜 是因為他把他搞得那麼複雜 所以胡客怎麼可能想得到呢 其實這句話是這樣 我把他弄得這麼複雜 所以胡客就看不出來我學他了 這是我幫他講 然後加了一句話 therefore he should have no credit whatsoever 其實胡客是很有 credit 他硬要把他弄成no credit whatsoever 但是牛頓本能很大 他可以把胡客騙得死死的 他的知識都看不出來他在那裡忽悠 好吧 現在 這命梯三的證明 我想我再用大概三四分鐘就可以 命梯番是什麼 是平方反比率 對不起 平方反比率是就是加速度 是跟那個反方向 然後它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所以有一個常數 對不起 就有一個常數c這個公式 這就是加速度有一個公式 你現在用面積率是這個公式 現在你做一個事情 你對於速度向量 這速度向量跟θ的函數 所以你當然你平常是要對t為分 就得到加速度 我現在要對θ為分 對θ為分 這個剛才講有道理 那θ為分就得到什麼 得到了先對θ為分 然後再 就是說得t為分 然後再乘一個這個dtd 這個東西是dθdt的倒數 所以我假如把上下 都乘一個r平方 那麼下面是θd分之一 在r平方在那裡 那就用2k帶進去 所以就得到了是這樣一個2k 這裡面上下都乘以這個θ平方 所以呢 就得到了這樣一個公式 就這個對dtθ的尾分 等於這個東西 對dtθ的尾分 就是把這個式子 因為我把上下都乘θ平方 就變成2k 但是如果r平方 這r平方 跟這個a這個公式帶進去 就消掉了 所以就得到這個公式 這公式本來沒有ddθ 是敷口上下Δ 上下小Δ 所以得出來這個Vθ 跟這個這麼大的theta 對θ微分是一樣的 那麼 história一解以後 不能對 globe低底ps 等於0嗎 一個東西對哪個微分低% 这不是等于常数吗 所以存在有一个长项量使得这个字写出来 而且我可以把这个V在提示点的输入 就是说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垂直与基组的 就得到了这个长项就可以写成这样 然后再用一词密切的就写出来 把它展开就得到这个追限方程式 所以这个命题三个证明又非常简单 而且用到了一个唯一性 就是一个函数唯分很等于零的话 它是常数 这个唯一性你不能不让我用 牛顿的证明是什么 牛顿证明花了一大堆劲证明完了以后 他说这种唯分方程是二阶的 所以它这个速度 它的这个整个的轨道 被这个初速度跟初始的位置 所以唯一决定要注意这个定理 一百多年以后才证明 他依赖了这个定理 他说我就证明出来了 所以这个事情你自己去考虑吧 无所谓 那么现在最后我要讲这个命题四的简直证明 这命题四的证明是这个可以把它归于一个情形 就是一个球形的薄的一个壳 很薄的一个球形壳 而它的面积 单位面积的密度是长数 所以这些均匀的球的薄口 它跟球外的一个点的引力 应该等于把所有的责量都集中在球形 用点点计算得出来 这是要紧的定理 有这个你就把它一个球对程度想成很多种程度起来 这是缺点 那么整个的证明的要点 这个我想当年刘德尔没有想到 这个要点在意什么呢 就是当了一个球 单单一个球 这个球心是最自然的一个点 但是要考虑球跟球外面有一个点 中间的几何有一个很特别的点 那就是P一撇 是OP一撇跟OP在连线上 使得OP一撇乘OP等于R平方 这个叫做反射对称点 球的反射对称点 所以整个的积分 一个积分是球和 球和对选取坐标很要紧 你的坐标就是要用这个为中心的分格 现在上面有任何一个很小的一块面积 这个面积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以这个为球心的一个单位球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绿体角 所以这个在这上面有个投影子 投影是一个影子 这影子是一个绿体角叫D sigma 我们很一看 这些都是非常微小的 所以这个的面积 这个DA的面积 它把这个放大这么倍 就还是垂直这两个面有个夹角 所以那个夹角 这个有影子的东西 等于那个面积的cosθ 所以得到一个简单的公式是什么呢 是DA乘cosθ等于这个人的面积 而这个面积是放大 所以等于D sigma乘上P一撇到Q的距离的平方 这个是球的放大 所以得到这个一个关键的公式 而且要紧的是这个三角形 OPQ等于跟OQP一撇是相似 相似是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角一样 然后那个编程比例 这个你知道吗 这相似 所以用这个相似参与 这个是θ 这也是θ 这就是为什么是cosθ的原因 总之我现在开始计算这个 这个DA计算了力以后 这个力因为要求合力 因为对称性的关系 这求合力这个力只有力的方向一定向这 所以只要求这个力 DF要乘cosθ才有贡献 其它是消掉了 所以计算这个 这个等于什么 M1乘ρda 这是质量相乘 距离平方称百 这是比例常数乘上口上 但是这个口上是要用这个带进去 然后这个因为相似三角形 带成这个 所以这个简简单单 干净利落就变成这个 这个你看已经到了 所有都是常数 除了这个DC的 是改变了 你把它加起来不等于4%吗 一切完成 整个定理就证明了 这个证明 比如牛顿花了两三年 还没证出来的 你们高中的学生都能证明 这个证明是怎么呢 因为你现在知道 台湾还有个东西叫科学月刊 林孝信 林孝信是 我在芝加哥做教授的时候 林孝信刚到那里做 国家学学生的时候我跟他认的 林孝信要搞科学月刊要我支持 我说我就支持呢 我就跟一个学地质系的一个同伴同学 也是加州教授 在吃咖啡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是凯布勒还是苹果 启发了牛顿 那这里我就要跟人家讲 这个定理要不要给中学生讲 我就要想一个办法 中学生能懂我就想出这个办法来 就把牛顿的证明简化一下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什么 最后有证出如何把一个正多面体 塞到两个之间吗 不是 这个没法证明 因为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哦 是不对 所以凯布勒凑了半天 凑不出来 他这是狂想曲 这才好多时间 这是怎么证明的 因为这是十字九字一看就不对嘛 你把它跟外切就跟里面的不内接 那外内接不外切 怎么错就错不起来 可是 所以这是错不起来的不对 不是说也不能证明根本是不对的 但是他是因为这么一个狂想曲 一辈子就研究最后他成功了 所以有启发到他什么样的 这样的构想有启发到他后来的一些想法吗 就是说我没有听得很清楚 你声音讲响一点 拿个空音器给讲讲吗 没关系 就是他这样做 他做到这样的想法 就是把多面体塞进去的想法 有没有启发到他后来做其他就是研究 或者是他的那个观测 他后来他就是想要证明这个 他最后要实事求是 所以他就碰到Tego 看到Tego的很多东西 他就去算轨道 到了算轨道他已经懂得不要去狂想 先要去算轨 他就是改过自新了嘛 不能说你有一个东西 然后呢就等于说你那牌 这个只有一张牌 你要打琴音色 你就得打打个鬼 这个要研究大自然 要司法自然 要听大自然的信价 不是你想大自然怎么样 那你现在你们还没有念那个 我想在那个物理里面有个什么 Strength Theory 那比凯布勒讲的那狂想学还糟糕 他们往往就觉得 这个大自然应该听他的 那这一上来就错 错了一趟 像现在的科学里面 还有好多好多Ptolemy Ptolemy的东西讲错就错 还坚持错误 还会宣传 还搞了半天 这个现在这个科学里 这种东西多不得了 要小心 好吧 OK 好了 有兴趣再去看看那些书嘛 对不对 那请 请问后来就是 你说什么 没有 我只是想 我想问一下就是 之后教授作的其他 就是那四个命题的证明 会放在那本书里面吗 哪个书 千古之谜里面吗 哪个书 千古之谜 千古之谜也有这个 也有刚刚的证 超完整 对 这么厚 哇 那种千古之谜的书其实很薄 很薄 其实很薄 不薄 吓吓他 那里面讲的东西多一点 特别我今天没有花时间讲 卡布勒的这个定理 你自己怎么样可以去发现 那里面给你出一个 这是另外的书 这是另外的书 有四本 四本 很想你 三本吧 这边有三本 再三本 OK 好吧 谢谢 谢谢 还没有其他问题 假设没有其他问题 我们就 今天在这里结束 让我们再次谢谢 项武叶老师 好好学习 后会有期 你们应该是文明之子 继承人类的理性文的人 对不对 所以像以前这些学问怎么来 你要去重访 要去理解 有的时候像你刚刚这样的 你去理解 你理解的比牛顿好 牛顿的证明很难的 你现在知道更简单 对不对 更透彻 而且这个简单的证明里面有道理 你为什么比它简单 但是也要去看看牛顿 平方反比的证明是怎么样的东西 还有牛顿的凯布勒尼问题 他究竟怎么证 你来判断一下 究竟牛顿是证了还是没证 所以这件事情 要从这个方向学 并不要一开始说我永远不如牛顿 牛顿是可以学 也可以了解 也可以超越的 并不是 当然牛顿你发现 这个万月以及地面 你没法再重新发现这个 这个没办法 但是对于大自然的了解 你可以了解得更深刻 更简薄军报 这是可以的 所以字迹大一点 不是这么一天到晚就考试 好 谢谢 谢谢大家